东突厥斯坦又一名维吾尔年轻人被中国当局非法拘禁 阿布都热和满麦麦提是吐鲁藩金墙旅游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因来自被拘留在集中营的亲戚的一封信 寄给生活在日本的职子而受到非法逮捕 据次有亚洲电台报道 阿布都热和满麦麦提至少十名亲人拘禁在监狱或集中营 尽管他的家族在吐鲁藩从事农业 他家人还受到当局的各种指控和拘留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文化大屠杀中开始打击维吾尔食品 羊肉串是维吾尔传统美食中的佼佼者 但最近中国媒体声称羊肉串是中国传统美食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于8月13日的一份 题为《中国羊肉串》的文章中称 羊肉串是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中国美食之一 有着漫长的历史 另一方面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将维吾尔人的传统美食散资 形容为中国美食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要求取消引渡中国的法案抗议活动 今天仍在继续 呈现上万的人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地区 站在由民权阵线组织的抗议活动 尽管中午开始下雨 抗议者高喊香港独立撤回法案 我们要民主 我们不会服从本口号 7月21日 香港发生一群身份不明人 殴打示威者事件 为了引起注意 示威者举着横幅说 警察正在与歹徒一起伤害人民 另一方面 中国人厌倦了共产党针对东突厥斯坦 香港和台湾的非人道行为 引起了有趣的抗议 印度各地降水造成的洪水 山体滑坡和其他事故 已导致350人死亡 根据印度鲍野托拉斯社报道 在卡拉拉邦 马哈拉士特拉邦 中央邦 拉卡斯坦邦 安德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地区 暴雨造成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导致17人死亡 这样印度各地暴雨 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350人 伊朗与美国和英国之间 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地区 继续发生紧张关系 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援引了伊朗海军司令的声明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 该国海军司令 侯塞因汉扎迪当天宣布 如果需要的话 伊朗海军将为此前被英国扣押的 邮轮格雷斯一号护航 保护其进入伊朗领海 汉扎迪表示 只要伊朗官员要求 海军随时准备派遣舰队 护送这艘已改名 阿德利安达利亚一号的游轮返会伊朗 阿德利安达利亚一号的游轮返会伊朗